跟大家說 現在天氣真的非常之熱 就算我自己整隻手都有點濕疹印 我也忍不住他穿背心跟大家拍片 這個小朋友也是一樣的 他已經剪了這個夏天 你看見他的肚子 光彈出來了 是不是有哪個光彈出來了 大家好 我是Hidy 上一條影片跟大家說了一些尊貴胭脂的心得 這條影片會跟大家說一些尊貴光影的心得 為什麼我會特意選這兩樣東西來講尊貴品牌呢 因為我自己比較喜歡這兩樣化妝品是用尊貴的 其他眼影、粉底、concealer、碎粉 我都可以用到開架 但尊貴和胭脂 特別的尊貴 真的尊貴和開架的妝效相差很遠 今天就會講尊貴 如果你有興趣看尊貴 比較受歡迎的尊貴的分享的話 就繼續看下去了 一切就由我最不喜歡的一個開始 這個是早幾年都挺有名的 是一個淚溝神器 用了它之後眼袋下面這個位置會很神奇消失 在我身上它完全無法發揮作用 我覺得它是浪費了我錢的 就是Shashado的PK107 你會看到我給了機會它已經被刺激了 我很努力地用過 那時候我買這個的時候 我沒有那麼多灰溝 我還沒看到光影的重要性 我一直用下去是沒有感覺的 但其實它用在白皮膚身上 可能會做到淚溝遮的效果 但其實在我這個黑皮膚上 它是完全不適合的 但我是用了很久的 而且它的粉也不算非常幼滑 它塗出來的粉感也挺厚的 我覺得highlighter的一個重點 就是你要塗在臉上之後 它會透到一個很自然的光澤 而不是一個粉 所以我覺得沒有必要也不用買這一盒 說到日系 我想說一個非常貴 但它有很有名的highlighter 就是這個閃閃發光的Claire Deport Claire Deport的這個highlighter 我買的色號是14號色 我自己是在日本買的 都要大約五百幾六百塊 如果在香港買的話 是八百塊左右的 真的不明白八百塊的臉上 放那麼貴 是不是真的會好像轉石 好像它這樣會發光的呢 我覺得它真的是一個很漂亮的highlighter 是否值得那麼貴呢 那用了是不是真的到天鮮那麼漂亮呢 那又不是 但是毫無疑問 它是我用過這麼多的highlighter 裡面的光最細緻 光澤最高貴優雅 然後它不會是歐美形式 一啪的光是做不到的 但是它可以令到你整個臉的光澤感 質感都提升了 那你也看到我又是HIT JAPAN 它是非常之自然 真的很好用的 但是呢 用到現在HIT JAPAN之後 我就不捨得再用了 因為真的很貴 而且它是 這麼多的化妝品裡面 唯一一個 它的掃的質感 是真的比美到一個你買的一支化妝掃 它是非常非常之柔軟 一點都不會刺臉 然後真的很好 還有Clay Depor 它的所有 例如護膚品 化妝品 都會有一種 非常雍容華貴 高貴優雅 日本貴婦的一個香味 它真的是 一個很漂亮 很漂亮的一個 我覺得是Skin Enhancer 它是可以令你整個臉的質感都很好 但是 你的錢包還有糖血的感覺 然後就說一下這個BECCA BECCA BECCA 也是一個非常有名的 highlighter 我自己 總共有四種顏色 如果你有看我的影片 都知道我是經常用BECCA的 highlighter 因為它是可以買這些 很可愛的 travel size 就會比較密超所值 因為其實 例如我這種人 我很喜歡草化妝品 基本一輩子都用不完 你不要說未來我繼續買的問題 我想說 從現在開始 就算是霸買也好 我想到我60歲 都用不完化妝品 但是 如果它好像BECCA 會出一些 mini size travel size 對我來說 簡直是開心 愉快的事情 因為我又可以償 然後 又不用浪費那麼多錢 然後又比較省位 一次過滿足了 有很多的願望 首先我講一下BECCA的優點缺點 它的優點就是 它的光澤感非常漂亮 它的光澤感真的可以做到 你看看 它這種真的歐美品牌的 一個highlighter 做到你們平時看到 外國人 啪一聲那種的東西 那種highlighter 你喜歡的話 它絕對可以 你把掃插緊一點 一下子擦上去 或者你濕一點點 一下子擦上去 就絕對做到這個效果 但是我自己也是用 一個鬆鬆散散的掃插上去 都做到一個很自然的水波光的效果 如果你問我 它的粉質 我覺得是中常 它未算是Clay Deport那種 非常細緻 柔滑的粉感 但是它又未去到 粗糙到顯毛孔的感覺 我覺得是兩者之間 你又不可以給太大的一個期望 它說是完全不顯毛孔的 但是它也 我覺得不算是 惡化你的毛孔的感覺 說到highlighter 又說到這麼多大熱的牌子 一定不可以少得 Hourglass這個牌子 這個Hourglass的三色 的highlight盤 我自己也 買了很多年 其實我熱了很多年 我買了兩三年 比較近鏡大家看 其實我又熱了Pan 這裡開始 其實是Hourglass的這個 我覺得不需要買的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其實我用到Hit Pan 為什麼我又說不需要買呢 我覺得中間這個顏色 它比較淺色做highlight的顏色 其實真的挺漂亮 它的粉質都OK細緻 然後它的光澤都尚算自然 是不錯的 它透出來的光澤 都不會很顯毛孔 或者令你的膚質變得差了的感覺 我覺得它也做到highlight的效果 其實我今天本身是用了這個Hourglass的highlight去化妝 然後拍片 但是為什麼我覺得不需要買這一盤 就是因為其實左右兩邊這兩隻顏色 我都覺得是有點雞辣的 對 我自己覺得是沒有什麼必要買 因為 就算是最深色的顏色也好 因為它是閃的 所以它根本做不到contour 然後你說blonzer 它又不夠blonzer 然後這隻更差 它基本上跟我的臉是一樣的顏色 但是它又不是粉底 我塗上它是做什麼呢 它又不到碎粉那麼細緻 Anyway 我覺得這兩隻顏色是廢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想試 Outglass的highlight 我會建議你買一隻顏色就可以了 就不需要買這種 死了三隻顏色的一個palette 那第二件事 Outglass這陣子會出了一個stick狀的highlighter 這個就是台灣的Youtuber Katie介紹 其實我都說過 它介紹的東西 我基本上都是衝過去買的 但是如果你說它介紹完 然後我跟它一樣喜歡的東西 一隻手就可以掃光了 我不知道究竟是我跟它的膚質 而且可能是它特別白 我又很黑 所以我們兩個喜歡的東西 是比較不同的 還是怎樣 因為這個Hourglass的highlighter 我買的顏色是Champagne Flash 你會看到其實它的光也很漂亮 它也是做到一個光澤的效果 但是其實它抹出來的時候 那個光你會看到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蹤 它就不會讓我覺得自己的膚質好 它的highlighter的效果 就真的純粹散開了閃粉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用的方法不適合 那就浪費了它 因為其實它也很貴的 我在Selfrages那裡寄回來香港 都要350塊的 這麼細枝 還有Katty說它塗完粉底 就算你撲了粉塗上去 都很容易推得很勻 不知道是不是我再乾過它 皮膚 所以我再塗完粉再推的話 我發現是推不勻的 它是會卡住的 還有我發現它的閃粉也很厲害 它推開了之後 我不覺得它是一條或是一度的光澤 我覺得它是零散的閃粉 所以其實我不是太喜歡這一枝 如果你正在想的話 我覺得你最好在香港的專櫃那裡試一下 然後試一下自己的感覺 最後我自己也還有一個 是最近新出的 就是Benefit的一個蒲公英的highlighter 它的蒲公英胭脂 大家也知道它很出名 雖然它不算是我最愛的胭脂 但我覺得它也蠻漂亮的 所以它推出了這個蒲公英的highlighter的時候 我就去了買 這個也是迷你size 其實我自己也很喜歡 這個迷你size的化妝品 如果你有興趣看我的mini size collection 可愛版化妝品collection 可以留言告訴我 其實你們的留言我會看 不過我回得比較慢 我真的很懶 我拍片已經用盡了我最大的努力了 不要說那麼多廢話 就進回主題吧 這個蒲公英的highlighter 這個mini size 就是150港幣的 我在香港買的 它裡面本身是有個掃送的 但是一如既往 Benefit的掃送 我覺得質素非常差 我覺得其實不值一提 也不會為了掃去買它的東西 其實它的mini size都做得非常仔細 一樣是有鏡的 然後它裡面的顏色 就會比較粉橙一點的閃粉 這個highlighter 跟Benefit的所有產品一樣 都是中規中矩 你不會覺得它是最頂級的那種產品 但是它也不會差到你不想再用它 這個highlighter也是一樣的 它有一點偏橙粉橙色的highlighter 其實你塗上臉上的時候 都是蠻健康的 你會看到它會有光澤 但是沒有剛剛Becca的那麼強烈 如果你塗在臉上 你想要那些很歐美的 那種chang的highlighter 這個其實也不算很適合你 它也是一個偏自然 跟蒲公英的胭脂是同一個道理 它是會比開架品牌細緻一點 粉滑一點 但是又未去到 如果Budget高一點的話 我又未必會選它 如果我想它的質感呈現出來 再高貴一點 我覺得Becca會更好一點 所以你就自己想一下 好了 那我這個一星期連續兩集 專櫃胭脂和highlighter的分享 就來到這裡 如果你覺得這條影片有用幫到你 或者你喜歡的話 記得給個like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播放兩條新片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